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施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都挺葡萄的 不过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7月份的时候 《自由时报》就是台湾入列 印尼东盟大国就将新增20个免签 当然台湾不是国家地区 但《自由时报》就觉得自己是国家的 预计10月上路 结果是没有上路 黄泉路也没得上路,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事呢? 事没有的 哎,真的没有了 但最搞笑的是他又要说出来自己没有 其实你可以不说的 我觉得 我还没说 没得拿,坏了 你不说就更好 他说 台湾没有份 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不说呢? 民众申请 他去的时候不行 中国没有面子 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不说呢? 那也是 问才说 原来印尼政府 曾经说过 我们会被国家和地区免签待遇 当时估计 包括香港 汶内 还有是菲律宾 柬埔寨 马来西亚 还有就是 缅甸 新加坡 泰国 不过名单当中 当时他们 充满希望的台湾地区 就没有 没有 当然他也说好叶 什么好叶 中国大陆都没有 那又怎样 他没有就好了 好像所有东西都围着中国大陆 运行 不是围着你运行 没错 看看原来 印尼他们就说 香港 汶内 菲律宾 柬埔寨 辽国 马来西亚 还有 缅甸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东帝民 苏利南 还有是哥伦比亚等等国家免签待遇 大多数以东南亚国家为主 给予免签入境的考虑因素包括 是 互惠利益原则 和国家安全 还有 就是 旅游 还有 经济投资 相关的 部门 原来 至少每六个月 或者 必要时 就会调整 可能加 减也有机会 自从去年年底 印尼曾经多次表示为了促进 旅游业考虑扩大免签的国家及地区 亦都点个名字 有我们粉 有台湾粉 点名 原来 最后台湾的官媒中央社也多次问印尼的相关部长 就说 原来他们都是非常渴求的 什么时候 印尼就说 我们很快 会讨论 讨论 这样说 最后他们就说 给予 免签的国家及地区 原来 还有其他国家 现在 当时 13个 其实当时还有美国 和中国大陆 当然 后来也没办法 可能一下子就收不到那么多人 台湾地区的民众 入印尼 其实 现行的规定就可以申请落地 签证或者电子落地签证 多少钱呢 大概50万印尼团 就是 200多港元 允许停留30天 并且可以 申请延长一次 当然 当时就希望可以 现在不行 他们经常说 香港是匪区 但是 最新的护照排行榜 匪区 他觉得已经是老共董治的地方 原来 高台湾 排行榜也高了很多 台湾 排69 升了一名 香港跌了一名 但是 原来是46 是呀 是46 据了解 现在 当然香港的护照也是好用的 截止到今年6月 全球最好用的护照排名 第一名就是新加坡 长期都是第一的 第二到十 就是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还有就是 匈牙利 澳地利 爱尔兰 荷兰 比利时 和瑞士 11到20名 就是 芬蘭 日本 瑞典 丹麦 捷克 挪威 还有在葡萄牙 德国 波兰 除了 在新加坡 日本 就是 前二十为一 就是亚洲国家 日本 香港 就排四十多 当然 名次亦被 2023年下载了一名 免签国 135个 有38个 必须 先申请签证 5个可以申请电子签证 19个可以申请 5个申请电子旅游签证 就是可申请电子签 29个就落地签 台湾地区就升了一名 当然这次反而香港有份 就是免签人来 但台湾也是没有份 真的 会不会是越想要就越没有 那它护照是不是都OK呢 都OK的 但是你知说得太大就不是那么好 是吧 你说说 我们什么点 但是如果你拼一拼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是匪区 他们叫 因为现在是回归了 回归了中国 这个 匪区居然也是好一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匪区比你们更好呢 我真的不明白 反正 只是差而已 只是差而已 这么说我觉得这些 就算你排行榜强 你也有这样的实力去 难听说也要有这样的实力去 旅行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不可以这么说 也是的 也是的 就是 只是有排行榜 但是你 说实际上 我都觉得也是要钱 是吧 也是要钱 看看台湾地区 现在 它倒内 亦都是 我觉得 倒内亦都非常的 政坛 很波折 本地欧文哲就说没有事 现在 又是有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 现在他们说 更糟糕 是什么 又是渗透 现在 西培就说 渗透还是 交流台湾青年在中国大陆 的不安与向往 当然 他访问的 当然是多数不安 对吗 因为他说有反台独 意识这条 还有 橙色预警 橙色预警 大马上讲的 经常 都是为了 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阻止他们去 台湾地区人士去大陆 什么心态 发生什么改变 我觉得该去的始终都会去做工 上来上往 是否能够缓解两岸关系 起码民间可以 还是 其实西培都帮了 你是缓解两岸关系 有交流一定是 文化统战 说白了 你就根本不想他去 是吧 其实 他就说 你们 最后 民进党政府 两岸 日文的 文化交流 各样 各样 中国大陆的游客 想去 台湾地区玩 也有很多阻滞 他就是想 两岸 人民交流 更加不想 赌内的人 去到 原来说得这么差 先进了我们 知道真实 还有 还有 这也是其次的 西培仍是和他一起起舞 像现在的德国知识 究竟 交流地滲透 他一一样 当然是滲透 是吧 他就说 有一位 人士叫 姓林的这辈子近距离 就说自己和 中国 国家主持习近平 最近一次 就是今年四月 台湾地区前领导 马英九就是 访问大学 带着二十名 是台湾学生出访 历史性的 叫做 习马议会 第二次回面 在北京 举行的 这位姓林的 也在场 他不说自己什么名字 他说我们和习近平之间 没有隔着什么透明板 最多二十公分 他也说自己 对习近平的印象和新闻 爽叉无几 他就是 平大无波 有时都看着 读稿里说 其实很多领导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也挺稳重的 他觉得 应该是说 大陆的政治人物 也差不多是这样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不是怎样 他就是今年 26岁 亦是他 台湾正大的研究生 他第一次去大陆 第二次去大陆之前 他就是和家人去旅游团 去过 他说当时 大陆还在发展当中的印象并不好 时隔多年再次踏足在大陆 他也参加马英九基金的青年 学生访问 不单只看到习近平也走访深圳 广东陕西北京 还看了兵马 涌夜游珠江 看顾宫 也看了一些关于 日军侵华的历史博物馆 他说 大陆发展金飞适比 以前上海没什么高楼大厦 好像空气也不太好 人质素也不高 但这次 去广东省也挺好的 整个硬实力真的挺好的 那些经济的实力比我们更加强 如果文化院实力 陕西也是那种中华文化院实力 当然了 他说 即是被人统战了 原来 他真是很害怕 陆营和西方媒体 最害怕是他们看到真相 你说是吗 原来这些人真是很糟糕 是呀 说到鬼角 原来先进瓦瓦地 原来吃得起茶叶蛋 你说得这么夸张 是呀 没错 所以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觉得 原来 是这样 其实他们最怕看到这样 看到原来中华文化 那些东西这么厉害 现在当然不想你看到 原来 原来我们经常说世界得丁 和对我差那么远 人家用手机什么都能做到 我还要拿电动电灯柱 还要指来指去 拿东西指来指去 是呀 有点米线机 这也是 所以都是出来看一看世界 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